我拧螺丝猝死时,女友和男闺蜜正躺在酒店床上缠绵,为了能跟她结婚,我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,下班还接游戏打单,我把所有的工资全都给了她,可她从头到尾都只把我当ATM。 听信女闺蜜的话对我各种扑儿,甚至在我死后,她为了夺走我的赔偿金,开直播擦边卖惨,甚至故人对我的家人大打出手,再次睁眼,女友又发来分手信息,这一次,我决定如了她的意。 我回想着过往的一切,一口鲜血再次吐了出来,看着屏幕里那个自己用生命斗舞不热的女人。 我心如死灰,可我已经死过一次了,我死后,灵魂并没有下地狱和上天堂,我还在人间,可那个自己最爱的人却一滴泪也没流,在我死后三天,她便迫不及待地转走了我所有的存款, 拿着钱和她的男闺蜜去国外享受生活,家人翻了我的聊天记录才知道,原来我一直被这个女友深深欺骗着,她根本没想过跟我结婚,从头到尾,只把我当成人形,ETM,家人悲痛欲绝,想让她归还我为她花费的钱,可她不仅不还,为了夺走我的赔偿金,她开直播擦边卖惨。 竟然找人把我家人打了一顿。 我的灵魂不甘地漂浮着,最后失去了意识,再次睁眼后,我回到了跟江竹在一起的第一年,我已明白,这个女人不值得我爱,我们分手吧。 你一点情绪价值都提供不了给我。 看着她冷漠的文字,我笑了,我记得上一世收到后,我焦急万分,甚至怪自己过于拼命工作,没能好好陪她,于是我给发了无数条道歉信息,她却毫不理会,直到我又报了金币,她立马就收了。 这是她惯用的伎俩,我知道,可我实在太爱了,我以为我付出的足够多。 她一定会被自己感动,可事实证明,她的心冷如寒冰。 我还在回忆的时候,她的女闺蜜也发来了消息,她一向唱的是红脸,胖子,你怎么敢欺负我姐妹,你也不照照镜子,你配得上她吗? 若不是她委屈自己,你能有这样的女朋友? 我又想起来了,在我为了省十块钱,选择搭一个小时的公交回家时,她正在和自己的男闺蜜在酒店的床上缠绵,还拿着我的钱和女闺蜜吃香喝辣。 他们三个花着我的钱,却口口声声说我不配,我打开江竹的聊天框,决定如了她的意。 好,那就分手吧。大概过了十分钟,江竹回复了。 语气还是这么高高在上,拉黑了,到手别来求我。 此刻,我又想起了另外一件事,上一世我为了她,一个人跑到她的城市打拼,我几乎把所有的钱给了她,自己剩下的钱只够租一个昏暗无光的地下室, 我挤在这样的地下室里,每天超负荷工作,透支着自己的生命,就连家人问起,我也不敢给他们知晓我现在的居住环境。 而江竹用我的钱买了一套亮堂堂的大房子,可我去求她复合的时候,她连门都不给我进,而我带她去我自己的租房。 她竟然嫌弃道,你怎么好意思带自己的女友住这样恶心的房子? 我不管,我要住最豪华的酒店。 而我竟然还认为她说得对,便用自己为数不多的伙食费开了间房,可是,从始至终,她都没有给我碰过,甚至就是牵手。 她也满脸不情愿,我的第一次要留在洞房花竹叶,你别碰我。 我尊重她,因为她是我最爱的人,可等我死后才知道,原来她早就不干净了。 我把她像莲花一样小心翼翼捧在手上,可她却始终把我当成肮脏的淤泥,只会从我身上源源不断索取养分。 我看着聊天框,最后把她拉黑了,过了一会儿。 我又收到一条短信,你以为这样就能唬住我吗? 你就等着永远失去我吧。 还有这种好事,我能想到手机那边僵竹的表情肯定不会太好看, 毕竟她十分自信自己已经成功拿捏住我了,我也从来没有对她说过这样的话,如果没猜错,她此刻应该正在和女闺蜜疯狂马自,疑惑我为什么不按她们的套路走了呢? 果不其然,第二天一大早,江竹和她的闺蜜出现在了我的门口,我来拿我的手链,拿完就走。 江竹嘟着嘴,语气有点撒娇。 而她后面的女闺蜜一脸骄傲,仿佛在说,大小姐亲自上门了,你还不乖乖做舔狗,我突然想起昨天是五百二十,我拿出所有的钱只够给她买了一条金项链,可她还想要九千九百九十九红包,我没钱了,她便生气闹分手,可我为了给她买手链,已经连续一个星期没怎么睡觉了。 我交叉起双手,面上毫无波澜道,我们已经分手了,你认为我会给一个毫无关系的人红包吗? 江竹一听,又开始做了。 好了,别再演玉琴故纵了,我现在已经给你台阶下,你最好识相点。 不然,等会我生气了,你就别想再跟我复合。 就是,我们的大小姐都已经亲自上门道歉了,你还想怎样,你个癞蛤蟆,还想天鹅求你吗? 她的闺蜜又在一旁煽风点火,我无语地笑了,指着一旁的楼梯说,我也给你们台阶了,赶紧滚吧。 江竹长红了脸,牙缝间挤出一句,记住你今天说的话,我们走。 她闺蜜似乎很怕她真的跟我分手,赶紧装作替我着想。 胖子,只要你现在立刻把项链给竹竹,她肯定就原谅你了,你只是一个流水线工人。 竹竹可是很多人追的大美女,别人想给她花钱还要排队呢? 见我不说话,她又继续输出,好了,只要以后每个月你多给竹竹一点钱, 我肯定竹竹一定不会再跟你生气了。 说够了没,既然有人排队给她花钱,那赶紧拿凳子去坐着领钱啊,来我这费什么话,赶紧滚,看着你们我倒胃口, 秦竹给了我一巴掌,拉着欲言又止的闺蜜走了。 他们两个走后,我收拾了一下自己,准备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,上一世我拼命工作,三餐吃的都是垃圾食品不说。 而且吃饭作息非常不规律,因此长久下来便得了严重的胃病,可我没有钱去看病,因为我的钱都给了江竹, 有些知道我情况的同事都非常担心,而且还劝我不要太相信他,可我没有听进去,把自己的全部给了他, 最后什么都没得到,把自己逼到了绝境,这一世我一定要为自己而活,可我所有的钱都拿来给江竹买项链了, 看着空空的余额,我犯了难,这时我姐姐发来消息,弟弟,最近好吗?要按时吃饭,爱护自己的身体,有困难跟姐说,我红了眼眶。 上一世,我把所有给了缥缈的爱情,却忽略了自己的亲情,想到姐姐在我死后痛苦不已, 还因为在网上为我发声而被江竹找人打了一顿,我的泪水落了下来,我太累了,我真的需要人依靠一下, 不太好姐姐,我好像生病了,呜呜,不到一分钟,姐姐就发过来五条消息,还有一条转账, 实在撑不住就回来吧,姐姐和妹妹都挺想你的,这钱你收着,赶紧去医院检查一下。 我抹了妈脸上的泪水,收下了姐姐的转账,一个人到医院做了全身检查。 大部分项目都没有问题,只有未经结果出来后,医生皱着眉,看着我的报告单。 接着严肃地对我说,你平时是不是不好好吃饭,你看你这味都给你造成什么样了,我给你开些药,你回去好好吃,吃完再来复茶。 我乖巧地点点头,刚要走,医生又叫住我,记住我的话,好好吃饭,好好爱自己的身体。 我鼻子一酸,用力点点头,上一世,我把自己关在自己建的爱情的屋子里,眼里只有他,却没有发现生活中陌生人给的关心都比他给的多。 从医院出来,我开始计划辞职和搬家了,可我刚来到家楼下,就听见走廊传来说话的声音。 宝贝,为了钱你就忍忍吧,只要你在他那拿够了钱,我们两个就能去国外好好过日子了。 是江竹男闺蜜的声音,那他在跟谁说话呢?我偷偷探出一个头网上看,江竹一脸不情愿地站在他对面,可现在他好像变了,刚才你也看到了,他似乎真的想和我分手。 不会的,我是男人,比你了解男人,只要你服个软,他肯定会毫不犹豫跟你复合的,到时候你就问他要钱开花店,我们两个一起经营,到时候赚够了钱,你就随便找个理由跟他分了。 听到这,我捏紧了拳头,上一世江竹是说自己心疼我,想开花店赚钱,替我分担一些压力,于是我想都没想,就给他转了钱,可是后面花店亏损了,他竟然还想让我收拾烂摊子,原来,他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了,他早就跟男闺蜜搞上了在合伙骗我的钱呢。 我收拾好情绪走了上去,他们看见我立刻紧声了,将竹红桌眼走了过来,楚楚可怜拉起我的手,老公,你别生气了,我不要九千九百九十九了,我们和好吧,我没说话,他男闺蜜向来是畅白脸的,在一旁苦口婆心。 兄弟,竹竹是真知错了,他是个好女孩,你就好好珍惜吧。 听歌一句劝,喝好吧,我看着他们在我面前搭台子唱戏,对以前的自己甚至有了些不解,怎么当时就没看出来呢? 我深深叹了口气,将竹以为我妥协了,便立刻换了副嘴脸,哼,开心了吧,岂是紧张得要死吧? 我不管,你要补偿,我的精神损失费,得给我十万开店。 他交叉着手昂着头,背过身去,等着我拿钱哄他,说完了没,你们挡着我的路了。 我问,江竹一听,转过来瞪大了眼睛看我。 满脸不可置信,你说什么,你再说一遍。 他愣愣地问道,我说,是你要分的手,我同意了,所以你能不能别来我这饭间了。 他们听到我的话,连已然成了猪肝,半天憋不出话来,我不想再理会他们了。 推开江竹就往上走,关上门的那一刹那,我听见江竹气急败坏的声音,你一定会后悔的。 关上门,他的声音隔绝在了门后,第二天,我到厂里跟老板提了离职,他知道我的情况后没说什么,还给了我一个大红包,工作的这几年,我一直本本分分已成待人,所以一直以来,我遇到的人都非常好,我们这份工作是多劳多得。 所以我来得比别人早,走得比别人迟,不论是同事还是老板,都非常担心我,特别是他们知道我赚的钱都给了女朋友后,更加不放心,纷纷来劝我。 可我那时候一心扑在江竹身上,根本不把别人的话放心上,甚至还觉得他们根本不了解自己女朋友,就胡言乱语,可现在重活一世,我才知道他们才是真正替我着想的。 我现在还没钱搬家,所以我想多接些活攒些钱,等有了路费房租再回去更好。 同事们知道我目前经济困难,都纷纷伸出援手,我更加卖力。 可此刻我为的不再是别人,而是自己,兄弟们知道我分手了都非常震惊,你小子终于开窍了,个很是欣慰。 对自己好点,别再吃十块钱的外卖了。 唉,你可别又后悔了,到时候要是又没钱了,找哥见。 我看着他们温暖的话,心中却满是悲凉。 原来,上一世的自己,在他们的眼里,竟然是这样蠢的人,我一一谢过他们,又投入到工作当中,两个月下来。 加上各种补贴,我竟攒下了小几万块。 不过我现在不会再透支自己的身子,我已经在好好吃饭,好好安排工作时间。 而且我正打算给自己买个小礼物,就在我去提车当天,我又碰到了那两个凡人精,不知道他们哪里得到我买车的消息。 见到我,江竹立刻跑了过来,兴奋地给了我一个拥抱,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,原来你一直在给我准备惊喜啊。 老公,这次你也藏得太好了,我差点就信了,我推开他,厌恶地看着他,你在干什么,我们已经分手了。 没想到江竹一点都不生气,还想拿过钥匙开车,我一把推开了他,老公,别演了,这不是你送我的生日礼物吗?快给我是尸首。 虽然不是什么高档车,但也勉强能开,江竹眼睛依旧死盯着车子,一旁的女闺蜜也发话了,是啊胖子,你知不知道这两个月竹竹他有多伤心,茶不思饭不想的,知道你是为了给他个大惊喜,才这样对他后,他立刻就原谅你了。 我被气笑了,拿着钥匙在他面前晃了晃,让开,别弄脏我的车了,江竹,在一起这么久,我怎么没发现你脸皮这么厚,江竹一听,脸色立马就变得很难看,这车不是买给我的,我翻了一个白眼,语气不悦道,你说呢? 江竹咬紧嘴唇,仿佛我欺负了他似的,紧接着他又瞪了闺蜜一眼,我想,肯定又是他闺蜜在背后推波助拦了,我懒得在里,越过他们发车离开了,其实我早就想买车了,可是江竹花钱如流水,跟他在一起两年,我赚了四五十万,可钱包里的余额竟然连四五百都没有。 他问钱很频繁,我每次都是几千几千的给,也只有给钱的时候,他才会假装关心我一下,甚至给我买衣服,都是问我拿钱买,我还为此很开心,想想上一世的自己,可真是太傻了,现在,离开他两个月。 我就实现了自己的小愿望,我记得我曾经答应过妹妹,要赚钱开车带他去玩,现在终于可以做到了,我收拾东西的时候,手机响了,是江竹爸爸。 我按下了接听见,你小子怎么回事,你就是这样对我女儿的,当初你口口声声说,会给他更好的生活,我才放心让他跟你在一起。 你现在能赚钱了,竟然敢甩我女儿,我心如止水地听着这个曾经让我胆怯的声音,想到去世后,他对他女儿说的话,我不免有些想笑,我姐在网上为我发声时引发的重怒。 很多人都去网报江竹,而江竹一家,非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,而且江竹爸爸还嘲讽我姐姐,说他只是失去了弟弟,想在网上发泄,曾经他很看不起我,从来没有给过我好脸色,而且从始至终,他只是想让自己的女儿在我身上捞点钱罢了,根本就没打算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我。 是你女儿自己跟我分手的,他没跟你说吗?我们现在已经分手了,希望你管好自己,管好你的女儿,不要再来打扰我。 我挂断了电话,果断把他放进了黑名单,活了两世。 我已经明白人,只有自爱别人才会真的爱你,这个世上也并不只有爱情这种情感,友情和亲情。 也需要我去重视,其实我是惭愧的,上一世,我赚了那么多钱,却没有给家人花多少,都砸在了江竹身上。 这一世,我一定要对自己的家人好点,离开这座城市前,我想请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兄弟们吃顿饭, 他们知道我要离开了,也都纷纷来跟我告别,到了餐厅点完菜后,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,兄弟们也看到了,是江竹。 此刻他穿着工作服,正穿梭在餐厅里,兄弟们看见了,都有些尴尬地看我,我无所谓的怂怂间,可一阵愤怒的声音传来,原来是江竹撒了汤。 正被老板骂呢,兄弟,如果你心疼的话,我们为你出头,你为他付出那么多,肯定是很爱他的,我跟他已经没关系了,别被这些事扫了心,来,喝。 我语气平淡道,可过了一会儿,江竹走了过来,不小心摔在了我的身上,他愤怒地扇了我一巴掌,委屈道,我不需要你可怜我,你不是要跟我分手吗? 为什么还来看我?跟我一起过来的兄弟面面,向去,还想替我说什么,我摇摇头,一把推开了江竹,老板,你这餐厅不欢迎我们吗? 这服务员怎么回事?做事情毛手毛脚的,东西都撒在客人身上了,我大喊道,老板一听,立刻跑了过来。 对给江竹,又是一顿输出,又不停向我们道歉,江竹满脸怨恨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 这晚我和兄弟们把酒言欢,好不快活,第二天,我收拾好东西,离开了这座城市,回到家,姐姐已经做好了一桌子的饭菜等我,见到我的第一眼,她就红了眼眶,你瘦了好多,过得很辛苦吧? 我摇摇头,妹妹也从房间出来,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,哥,你终于舍得丢下那个女人回来了。 我想死你了,我也抱紧了她,鼻子有些发酸,对不起,我让你们失望了,我的语气有些哽咽,心中却是欣喜万分,感谢上仓,让我还有机会说出这些话,接下来的一个星期,我给自己放了个假, 我开车带着姐姐和妹妹游山玩水,弥补了上一世的遗憾,完够之后,我又找了一份流水线上的工作,想到最近网友们都喜欢看各种流水线上的直播,我决定直播自己工作,这样我不仅更有动力完成工作,也许还能收到些礼物,妹妹已经直播很久了,在她的帮助下,我很快就开播了。 令我意外的是,网友们非常喜欢我的直播风格。 我的粉丝也越来越多,直播间里人最多的时候,竟然有一万人。 我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从一开始的几千块一个月,到现在一天的直播礼物就有几千块,我赚了不少钱,给姐姐和妹妹买了很多礼物,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 可这天我开播之后,弹幕里全都是对我的辱骂,不负责任的渣男,你怎么好意思还在网上露脸的,亏我这么喜欢你,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。 人家女孩子都怀孕了,你竟然抛下别人就走了。 我一头雾水,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但隐隐觉得这肯定跟江主有关,关了直播间,我的后台涌来,无数条不友好的信息,那些曾经说如何如何喜欢我的粉丝,也纷纷加入战队,甚至有的还人肉我,把我的信息挂在了网上。 不过还有一些真爱粉选择相信我,我很感动,他们把在网上看到的信息发给了我,果然是江主搞的鬼,在那条视频里,江主把自己扮演成了一个纯情女孩,而我成了无恶不作的渣男,吃干抹镜后抛弃怀孕的她走了。 如果我不是当事人,看她那张楚楚可怜的脸,我估计也会被她所蒙添,消息在网上散播后不久,江主的妈妈打来了电话,她在电话里叫嚣着,要让我对她的女儿负责,更提出了许多无理的条件。 姐姐也看到了网上的信息,一脸焦急地找到了我,这不是真的吧?我不相信你会做这样的事,我摇摇头,江主还想继续吸我的血,我拒绝了,她就想各种整我不让我好过,妹妹在门外听到后愤怒地说,我一早就说过这女人不是什么好东西,造谣一张嘴,我们估计要跑断腿了,我没干过怕什么。 先报警吧,我当然到,报完警,我开始收集证据,现在是我跟她在一起的第一年,算起来我给她的钱也有十几万了,我之所以没有问她要回来,是不想再跟她这个人有什么瓜葛,想早点摆脱她,这次是她自己蹦打出来的,那就别怪我了。 我把她如何扑我,如何问我要钱的聊天记录截图发到了网上,并做了说明,很快,我的这条视频便在网上发酵起来。 那些之前骂我渣男,抠搜男,白嫖怪的人,瞬间就不敢吱声了,让我感动的是,曾经的一些同事也纷纷为我发声。 当时我跟他们说,要攒钱娶女朋友,给她更好的生活,同事们们还劝我不要被骗了。 可那时我恋爱脑上头,根本没把他们的话听进去,没有想到现在我出事了,他们竟然还愿意出来为我说话,很快,越来越多的人在网上替我发声了。 她为了女朋友,拼了命工作,入团这么久,从未有过差评,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,她为了省十块钱坐一个钟头的公交车上下班,而她的前女友,四分钟就花光了她的四千元,孰是孰非还用说吗? 她是一心奔着结婚去的,如果不是女方做了什么不可原谅的事,她怎么舍得抛下怀孕的她? 渐渐的,原本一编导的网友也开始纷纷向我这边倒来,不过目前我还没有证据证明她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,所以还有大部分网友也依然在抨击我,就算她有千般不是,可那毕竟是你自己的孩子,你怎么忍心丢下她呢? 就是就是,一年花了十几万,有啥可同情的,就算女生是欺骗在先,难道你自己就没错吗? 我胸口一闷,确实,我自己也有错,我错在自我感动,错在迷途不知返,错在不珍惜自己的生命,为了一个渣女没日没夜的工作,可如今上天给了我弥补错误的机会。 我要好好珍惜,就在我还在想,怎么破解目前的困境时,热心网友出现了,她发出了当时在会所拍的照片,一群女生里面有两个熟悉的身影,那不是江竹和她的闺蜜吗? 原来江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,就已经在做一些不干净的交易了,此消息一出,需要证明孩子是我的便是江竹了,可我根本就没有碰过她,她根本就不敢照网友的建议去做DNA检测,因此她的谎言便不攻自破了。 就这样,网上的风向完全向我倒来,而江竹的黑料也越来越多,她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 可我的内心并不十分爽快,反而觉得十分悲凉,我前世竟然为了这样一个女人,放弃了自己的生命,我把她起诉了。 不过这次先及的不是江竹,而且她所谓的男闺蜜,死胖子,你把事情做得这么绝,跟竹竹可就没有破镜重圆那天了。 如果你现在去跟她道歉,去网上承认孩子是你的,你们之间便还有可能。 看着这些滑稽的文字,我不禁笑了出来,这个男闺蜜,不,或者说是江竹的情人,口口声声说爱她,其实不过也是贪她的才罢了,辜负他人的人。 迟早有被人辜负的一天,你们不是爱得死去活来吗? 那你就帮她抚养这个孩子吧。 回完这条信息,我把她拉黑了,因为他们搞的这档子是,我开新媒体公司的计划一拖再拖,现在终于有时间去弄了。 我直播拧螺丝的这些年,人脉也广了许多,姐姐知道我的打算,也报金币支援我,现在我也有了很多粉丝基础,公司很快便开业了。 我的收入越来越高,很快就付了首付,有了自己的房子,不过江竹那边的赔款却迟迟没有到账,于是我只能请求法院强制执行了。 大概过了一个月,江竹一脸憔悴地找到了我。 看着她那样子,我差点都没认出来,以前她总是隔三差五问我要钱,我用钱把她养得十分精致,衣服鞋子随便买,衣美随便做。 所以她就算比我大几岁,看起来也跟女大学生一样,可这才过了一年多,她已经老了许多,老公,你不要怪我,我也是被逼得没法了。 原来我的男闺蜜和闺蜜才是一对,他们联合起来欺骗我,让我骗你的钱,一切都是他们的错。 现在我的钱都被骗走了,他们两个也远走高飞,我什么都没有了。 你原谅我好不好,我把自己给你。 我跟你结婚,江竹说着就要在我面前脱衣服,我赶紧制止了她,尽管这一切都有她闺蜜在背后推波助澜,但如果她没有那份心,谁能说得动她呢? 自作孽不可活,该让你赔的一分都不许少,我已经看在一年的情分上,给过你机会,是你自己不珍惜,现在立刻离开我的视线,你真这么绝情。 当初是谁口口声声说爱我的? 她红着眼质问道,好,很好,既然这样,我也不想活了。 江竹低难着,我感觉她有些不对劲,刚想关上门,一把锋利的尖刀就向我刺来。 我下意识想躲,可已经来不及了,刀扎在我的胸口,我瞬间感觉到鲜血喷涌而出,好在我刚才一躲,原本向我胸口刺来的刀扎在了右胸口,不过因为失血过多,我的身体渐渐没了力气,江竹早就落荒而逃,我绝望至极。 难道重来一次,我还是要毁在她的手上吗?在我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,一张陌生的脸出现在我的面前,她焦急向我奔来,然后我陷入了黑暗之中,再次醒来,姐姐和妹妹焦急的脸旁出现在眼前,哥,你终于醒了。 意识回笼之后,疼痛也苏醒了。 我原本想挪动一下身子,一阵剧痛便从胸口传来,你别动。 医生说,你要好好静养。 姐姐过来制止了我,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不是在做梦,我没死。 哥,你吓死我们了,还好住在楼上的姐姐刚好下班回来,及时打了救护车,送你去医院。 不然医生说,再迟来十分钟就晚了。 接着,他们又跟我说了我昏迷期间的一些事,原来那个女孩不仅帮我叫了救护车,环抱了警,江竹很快便被抓住了。 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,我终于出院了。 准备开庭的前一天,江竹的父母找到了我,他们跟我印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,看起来也苍老了许多。 最重要的是,他们没有用像看垃圾一样的眼神看我了,而是满眼乞求,他们知道自己的女儿犯下了弥天大错,如今想要让她少受些惩罚,也只能来求我了。 你看叔叔阿姨救她一个女儿,你就当可怜可怜我们写一份谅解书吧。 对啊,只要你让她减轻了处罚,等她出来后,叔叔一定同意你们的婚事,甚至一份彩礼都不要。 当初你不是一直想娶她吗?我不想再听下去,直接打断了他们。 她对于你们来说是女儿,对于我和其他人来说就是杀人犯。 谅解杀人犯,上帝也不会同意的。 还有,她今天做出这样的事,由你们的一份力,与其要求别人,不如好好反省自己,别来找我了,直接法庭上见吧。 该关多久关多久,这是她应得的,我转过身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 后来,江竹被判了八年,她的父母在法庭上哭得死去活来,因为他们一直靠着女儿四处骗得钱过活,女儿被关了,他们也就失去了经济来源。 反倒是江竹,一滴泪也没有流,再一次见到江竹,已经是九年后了,这使得我已经有了一个温柔的妻子和乖巧的儿子。 事业也蒸蒸日上,而我的妻子,便是那日在死神手中把我救回来的女孩,她善良又可爱,跟她在一起,我十分幸福。 这天,我们准备去看一套别墅的路上,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,尽管她蓬头垢面,腰也弯了,可我还是认出她就是江竹,可她没有认出我,此刻我西装革履,近几年的健身也让我的身材不再发胖,孩子,你手中的瓶子还要吗?不要的话,便给阿姨吧。 儿子很善良,但我教过她不能浪费粮食,所以她看着手中还剩半瓶的饮料,为难地看着我。 这瓶喝过了,你跟妈妈去买一瓶新的饮料,给这位阿姨吧,我淡淡道。 儿子很开心,拉着妻子便走了,可江竹愣在原地不敢抬头,我肯定她已经认出我了,她浑身发抖,露出的半张脸,惨白惨白的。 开心吧,你毁了我的人生,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,你是不是很开心? 她低语,你的人生是自己毁掉的,坐了八年牢,你还是没有想清楚因果吗? 当年,哪怕你有一点点良心,不把我当成傻子,又怎会落到如今这个下场? 她突然笑了,笑得很大声,笑过之后流下了泪水,她抬起头,我吓了一跳,因为她的脸上有一条长长的疤痕。 像是被活生生撕咬了一层肉,良心,那是什么东西,你忘了吗? 竹子本无心。 是,我是欺骗你的感情,骗你的钱财,可我就算有罪,至于沦落成这样吗?难道你就没有一丁点错? 我不想再跟她争论这些陈年往事,便一言不发,这时妻子儿子也回来了,她还给他买了很多吃的。 阿姨,这些你都拿着,江竹呆呆看着我的儿子,又看了看我的妻子,接着她又笑又哭,也没接过儿子手中的东西便走了。 她走后,妻子和我静静看着她离开的背影,她从不多问什么。 你觉得我很心吗?当年我如果写亮姐书,她可能不会变成这样,妻子摇摇头,如果是我,我也会这么做,我们无需用别人的醋内耗自己,我牵起她的手,心中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。 再次听说关于江竹的事,已经是一年后,她因为杀人上了新闻,而那个人便是她之前的两个闺蜜,他们拿着江竹从我那片的钱在国外逍遥了很久,这次回来,他们原本想弄个同学会炫耀一番,可没有想到冤家路窄,刚回来那天就被江竹看见了,江竹看到原本说好一生一世的人此刻光鲜亮丽。 还牵着她的女闺蜜,再看自己棚头垢面一无所有,愤怒便在那一瞬间爆发了,江竹用平时加垃圾的钳子敲碎了他们的头,他们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,不过这次江竹也没有被判死刑,因为她已经疯了,许多人都看见她衣衫不整地走在路上,还捡路边的垃圾吃,更恐怖的是, 她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月大了,谁也不知道这孩子究竟是谁的,跟之前那次一样,她消失一段时间后,我再次听到她的消息时,她已经死了,是难缠死的,死在了街边,已失两命。 由于她的父母已经去世。 她的尸体无人认领,还是之前关注过她的网友认出来的,不知道为什么,看到她的结局,我的心中没有一丝喜悦,可能是因为之前那不顾一切爱她的自己吧。 最后,我出钱让她的亲戚给了她一个体面的葬礼,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原谅她,也不知道在死前她有没有原谅我,在她的坟前,我把自己的秘密说给她听,我说我上一世很爱她,熏死前还把所有的余额都转给她了,我说我重生了。 这一世,我对她不爱也不恨,微风吹动了我放在她墓碑前的花,我想,她一定听到了。